美国西部时间7月11日 青年摄影家凤凰卫视美洲台摄影记者 唐子鲁摄影艺术展 异乡的归途在洛杉矶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代表 加州议员的代表 当地的文化社团负责人 以及南加州大学学生等近百人 观看了摄影艺术展 加州议员代表向唐子鲁颁发了祝贺状 当地的媒体记者也纷纷前往参观报道 小唐同学 这么年轻就办自己的艺术展 真的很了不起 谢谢 听说今天洛杉矶的南加州的 好多媒体也来采访你 对吧 是的 你给我们说一下你今天你的艺术展的主题是什么 我的艺术展是关于寻找家乡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渴望的一个家乡的样子和状态 这个家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位置 而是一种感觉 所以这个展讲的就是关于我自己 然后还有看到我镜头下的人如何去寻找家的这样一个感觉 这些素材都是在美国拍的吗还是在大陆拍的 这些都是在美国拍的 在这次展览中我是挑选了生活在阿拉巴马州的华人家庭 当然我也拍了很多美国人他们也很棒我在之后展览可能会展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华人如何寻找自己的家乡然后也是给华人洛杉矶这边的华人去看的 我一共拍了八个家庭 这八个家庭里面包含了刚刚来美国的一代移民 然后还有父母来这边出生在美国的二代 还有被美国人收养的中国的孤儿 他们每一个人虽然都是有同样的血统都是中国人 但是他们对于家的认知 对于美国和中国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也是我当时为什么去继续努力拍这个题材的原因 因为它真的很有意思 你既然在我们洛杉矶办这个展 你是想向我们洛杉矶的华人传达一个什么信息呢 我第一次在洛杉矶和当地的华人朋友聊起我之前在阿拉巴马州的创作的时候 他们说阿拉巴马在哪里 他们不知道这个地方 让我觉得很惊讶 然后他们下意识的反应就是阿拉巴马州这么偏远的一个地方 这么一个很红的州 很原始的州 很保守的州 居然还有华人选的时候在那里 他们很惊讶 后来我觉得 既然我拍了这么多家庭 我为什么不拿出来展一展 如果不展的话这些影像这些文字就永远沉睡在我的电脑里了 拿出来有什么可怕的 大家看一看那边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个初衷 他们看着你的你的作品会能产生共鸣吗 你感觉 我一开始不确定 自从今天展览媒体招待会进行到现在 有很多人看完以后觉得 哇 非常感动 觉得认识到这样一个家庭 看到在遥远的阿拉巴马州 他们的状态 我觉得还是成功的 我之前的顾虑可以打消了 是可以找到共鸣的 看来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话题 就是有没有将来要拍一下洛杉矶这边的华人的这个故事 对这是我下一个目标 我不认为我这个展览现在是完结状态 现在正是一种 就是中期我拿出作品给大家看一看 像是一个实验 想看看大家的反应 然后呢 我现在拿到了这个结果 我再去调整我接下来创作的一个方向 因为洛杉矶的华人特别多 选择也多 然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 也变得不一样了 当时在阿拉巴马州的时候 我的拍摄对象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华人 很容易因为是老乡 他就邀请我到家里去做客 我也就这样拍了他 但是在洛杉矶呢 每个人家里都像一个城堡一样 其实虽然我们讲的是中文 但接触去拜访家里 其实会更难一点 对还是有挑战性的 我听说还有那个视频的东西 视频的东西拍的也是跟这个一个内容吗 那么这次展览有两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呢 是对其中一个家庭的纪录片 相当于是照片的延伸 另一个视频呢 是我用热成像仪拍摄的 纯血液的这样一个实验短片 所以这两者之间呢 又有关联又不关联 就是它的核心是一样的 核心是寻相 一个是站在宇宙能量的角度上 去看普世的人和我们的思想的归宿 这是一个哲学性的讨论 然后像是纪录片的话 就是对影像二维的一个延展 就是让大家 我也想看看 就是大家更喜欢看视频还是照片 他们从视频中得到什么信息 从照片中又能有什么感悟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这次的展览我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是比较即时的 是我拿着相机去到各个家庭拍摄的 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家的样子生活状态 另一个部分呢 是比较写意抽象的 是我对人这样一个个体 最终归宿的一个探讨 一个哲学上的小尝试 对这两个主题 既相关又不相关 一般的探讨的时候都说 这个人是一个艺术家 我们小的时候 要感觉这个人是艺术家 那都是有胡子的 都是老者的状态 但是现在的艺术家 都是这么年轻 你是怎么走上艺术道路 时代不一样了 艺术从业者自古以来 要不然就是为资本服务 为宗教服务 都是为了权力服务的 但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是因为真的热爱 再加上我们的物质生活 比以前好了 父母可以有这个支持 比如说我爸妈 他们都是影视出身的 我爸爸中文 他是中文系毕业之后 喜欢拍照片 当了老师 觉得我还是要做自己热爱的工作 很艰难的到了北京去当摄影师 那我妈妈呢 她喜欢电影 她做编辑 做导播 然后到了CCTV6也是很辛苦 然后我从小就是相当于在电视台长大 我爸爸也是天天的带着我一起出去 跟着学生拍作业 我随便挑相机 那时候还用胶片相机 我也不知道那些相机多少钱 就是乱按乱照 然后他的学生就说说 唐老师你儿子厉害啊 这个相机用的这么好 拍错的照片也很好 我甚至给他们拍了毕业照 那还是我八岁的时候 后来我爸爸就问我说 你到底喜不喜欢 我说我喜欢啊 我唯一担忧的就是 别人会不会说 我爸爸是摄影师 我爸爸是教授 摄影的教授 我就要去学电影 学教 学摄影是一种捷径 我特别担心这一点 我爸就说不要去想这些 你的作品就是你的作品 而且他认为 有这样的资源 有这样的心涛是别人 就是可悦而不可求的 所以我现在想开了 我要抓住这种机会 然后去好好的去做一做摄影 尤其是艺术摄影 在现在这种朋友圈 朋友圈摄影师包括AI这么普及的时候 挂在画廊里的照片 越来越值得大家珍惜 这个摄影师越来越少了 家庭心涛挺主要 但是观念还是自己 怎么来到美国学的 学的什么专业呢 你 我本科学的是平面摄影 偏新闻即时 但是我觉得 我没有学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想学到摄影如何作为一种艺术表达工具 然后成为艺术品 而不是说简简单单的 我只是当新闻记者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 人人都是拿手机拍新闻 而且是第一线 就能拍到大新闻的时代 新闻摄影感觉这条路走不通了 但国内又没有很好的 纯艺术摄影的这样教学的专业 所以我想到来到美国去学这个纯艺摄影 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以是影响的大师 但是真正要把影像照片做成作品放到画廊里面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学术上的培养 学院派的这样一种训练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工序吧 这样它是一种行业的标准 包括我们如何在画廊里面摆照片 输出照片 颜色 然后传达给观众什么信息 这些都是我在学校中所学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课班出身这一点 还是挺重要的 对于艺术的一个延伸传承下去 你这个艺术展 而且你还有什么打算将来什么 这次展览之所以我把场地选在了洛杉矶 华人去最繁华的一个城市深海博士 就是想把这个照片整理给生活在这里的华人看 这边的华人人口流动性很大 有些是留学生 有些是来务工的人 有些是移民到这里做生意 还有我们国家的使馆的人 还有我们国家的使馆的人 还有这边华人的民选官员 人的种类非常丰富 然后通过我和他们的交流 对我的感触也是很大 对我个人也是一种提升 我现在意识到应该多做一些展览 多让大家看到作品 无论好坏听到声音总比照片放在电脑里强 对而且也感谢洛杉矶这个地方的包容性 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 把像我这样的刚毕业的学生的照片 也可以堂堂正正的正经的挂到画廊的墙上 然后今天还有加州议员过来看 让我很感动 有使馆的领事过来看 他们的光临对我的作品是一个极大的认可 对我的鼓励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祝你展览成功 祝你将来在艺术上面跟上一层楼 谢谢 谢谢莫老师